但今年与去年比很艰难 有一天通过12点多 还没做满 大家业绩都在紧缩 这位美女老板之前做过英语老师 后来在上海餐饮行业做了十多年 经过多年的打偏 她在上海买房定居 也是新上海人了 她目前在上海经营着两家面馆 一家咖啡馆 咖啡馆刚开了半年 我去的面馆是她在徐家会的老店 她的咖啡馆就在老店面馆的前面 大家好 今天来到徐家会的普惠堂路 来品尝一下美女老板家的台式牛肉面 面馆这个市场怎么样呢 你给大家聊聊 相比之下 相比这个咖啡馆它肯定要好 它就是刚需 但今年与去年比 我觉得走得很艰难 我举个例子就是 我另外一家店 水星店吧 两年多三年不到 我认为今年正常按照我去年的增长 今年应该有个增长对吧 但是我发现没有 其实有个很小幅度的一个增长 但那个增长可以忽略不计了 因为我做了太多的工作了 我做了一些平台的什么霸王餐 免费室 林园餐店 我还请了歌手朱唱 另外一家店她也去哦 我还请了朱唱 我今年做的工作远比去年多 但是 成绩却不如去年 实际说明了 今年真的经济下滑 真的是已经在我们周围蔓延开来 上海国际电影节 很多人其实都知道的 每年一届嘛 今年是第26届 去年的时候就是第25届国际电影节 我是第一年经历那个电影节 那马路两边的人 造成交通堵塞了 而且我们店的那个人就涌过来了 直接就涌过来 然后我们服务员就是都傻眼的 就是排队都排不过来 就这种程度 然后里外全是人 有的是是站着吃 然后业绩一下子就是比我们平时增长了两倍嘛 然后我今年就想 人多倍一点 我多招了两个人 然后货多倍一点 结果第一天我们傻眼了 怎么没排队 的确是比平时人多 但是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 人爆满的成果 爆满那种跑排队的那种感觉 去年排十几号 外面楼梯上都是人 今年你去我家那家店 你看到我门口 我又多摆了几张桌子 我是预备这种大人流的客流来的时候 但是傻眼了 有一天跟我十二点多还没坐满 然后我就傻眼了 我就今天电影节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去电影院里走一走 看看 女的人也少 去年你知道排队验票的 已经拐弯拐到S 拐好个S型 外面都拐的是人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 去年外面好多小商小贩 摆摊的 今年没有 因为来不赚钱 而且有一些票可能是 就是我看网上挂的 差不多七八十块钱一张吧 因为他这个影响本身票就比较贵 所以可能 大家觉得这个电影可看可不看吧 不是刚需的东西嘛 必须得看 所以就有一些 你知道平时 这还是电影节 平时的时候在电影里面 我去买票的时候经常看到三五个人 一个大大的千人厂 就那么几个人看 就大家消费方面都紧缩了 紧缩 对 因为他收入减少了 能不花的钱 像这种休闲娱乐形式的 电影属于休闲娱乐嘛 喝咖啡也属于小知情调的 那我就不喝了嘛 那填饱肚子都没办法 那填饱肚子OK 我吃但是我酱 我原本吃一份面加一个小时 再被饮品 我现在省了点只吃一碗面 我甚至我原本吃三十块钱的面 我现在是二十的 我吃十块的 那整个面馆行业 现在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你觉得 我有一个面馆 我有一个俱乐部 里面都是出来的老板 我认识几个做面馆的 做日本拉面的 做重庆小面的 做海鲜面的 大家业绩都在紧缩 尤其是那个做海鲜面的 因为他四十多岁了嘛 他跟我去年的时候 以前业绩怎么样 今年一下子下滑了这么多 我感觉要撑不下去了 他那家的店感觉就是很紧张 他也在市区 在黄埔 本身大家本来都有拖电的计划 本来想着开多少店 今年大家都没有开 您的老店情况怎么样 这老店不好 老店亏钱的 老店我说了为啥 你知道为啥吧 一方面是它的位置在巷子里 另外一方面 周围的办公人员 我们去调查过 缩减了很多 我那天刚好在这个店里面 然后就是他们来聚餐吧 七个人 公司的一个小团队 我说很开心 你们还能记得我 他说但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次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公司找闭了 我们要找其他工作 不在这附近了 然后听了就特别伤感 是的 好巧不巧 下一个礼拜 又隔一个礼拜 我又在那是晚上 来了五个女生 也是刚好我在 老板娘 我们最后一天来你们家吃了 然后我又一惊 然后我说 说什么了 他说我们老板说 这里房租太贵了 我们搬到青府去办公室 所以我们不可能来这里吃了 这只是我偶然遇到了两个公司的 就所以周围的这个 总的这个人群的池子在减少 你说我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才吸引过来这些人 说实话啊 我今年的业绩比去年年底的时候要好一点 我去年年底 我没告诉过你 去年年底这家店老店 我本身打得要关了的 不舍得 又重新做 今年业绩比起来要好一点 但是也是没有达到 说能够活在很滋润那种程度 全部打平的话要六七千块钱 但是做不到 你知道这梅雨季节 最近梅雨季节很惨的 梅雨季节很惨的 大家不出来吃饭了 就即便不是梅雨季节也达不到那种程度 我去年发事情的时候就说了 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努力 通过我现在的营销加持 通过我现在的咖啡馆的加持 咖啡馆的加持 然后歌唱助手的加持 看能不能把它再做爆 生意肯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好 对吧 还要有信心 对吧 要有信心 金黄色的炸猪排 挺大的 这边蘸点酱料 外焦里嫩 香 不错 经典番茄牛肉面 老板给亲自上面 对我经常干这个 经典番茄牛肉面 你看这个肉 肉都是牛肋条 牛肋条 大块的牛肉 大块牛肋条 胡萝卜 香菜 经典番茄牛肉面 我们开吃了 这个是番茄蓉 新鲜番茄熬制的番茄蓉 这个牛肉要煮多长时间 牛肉至少要两个小时 煮头汤要煮个三天 差不多三天左右 然后要把那个煮头煮出来 牛肉有一点入口即化的感觉 是 是有这种感觉 对 好吃 这一口面 面蛮劲道的 有牛肉的香味 还有干蟹蓉的香味 一边吃牛肉面 一边吃大猪排 这是美女老板吃的面 叫什么名字 牛三宝 你看这个是金铲鼓 然后牛蹄筋 这是牛蹄筋 这个是牛肋 这个牛肉跟你们是一样的 然后这是麻酱 芝麻酱 花生酱 黄花丝 夏天吃饭面比较好 香的 香气冒出来了 麻酱的那个 麻酱花生酱的那个香 要不要来一口 不用谢 不用不用 您吃 谢谢